他自称宗非版的拿破仑 当将军的时候 凶贤就挂满了兄章装傻聪愣 当非洲皇帝的时候 娶了十几位媳妇 其中还有中国台湾的媳妇 为了一次加冕一世 花费巨资 不惜掏空国库 就是这样一位嗜血的皇帝 最终75岁才去世 他的一生充满了离谱 串权如同过家家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 宗非的魔王 伯卡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就讲述一下 伯卡萨都干了哪些荒唐的事情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第一张伯卡萨的出生 1912年宗非共和国 简称宗非吧 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 1960年在法国手里面殖民地 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独立之初 沿用了西方大国的总统制 再加上连年的战乱 宗非也是目前来讲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地广人稀 少数民族大概有80多个 并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语言相当乱 1921年2月23日 这位伯卡萨出生在距离 宗非首都约80公里 那么一个村庄里 他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单看能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这家伙 这人家是不一般呢 果不其然 他爹是当地的酋长 因此生活条件相比 村里面的其他家庭要好很多 他爹该说不说 还比较有反抗精神 有血性的汉子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这个宗非 还是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殖民者 去抓他们村民当苦力干活 而在伯卡萨6岁那年 伯卡萨的一个爹 就不想忍受法国压榨了 进行反抗 结果让法国殖民者活活的打死了 一周之后 伯卡萨的母亲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询了短见 这给幼小的伯卡萨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从此以后 伯卡萨是由家族长辈们 轮流照顾伯卡萨长大 青少年时期 一直在法国天主教教会读书 那么伯卡萨会不会长大以后 给他的家人报仇呢 甚至说反抗法国的殖民者呢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第二章伯卡萨的梦想 其实最开始的伯卡萨的梦想 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 但是他教这个老师 给他一个纵号说 虽然你聪明 但是属于啥 没有慧根 也没有虔诚之心的那种 不是可做牧师 刚目了牧师的伯卡萨 又去了学了厨师 很天大勺那种 很明显 他在厨师界 也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 当时的伯卡萨 刚刚18岁 听了他爷爷的话 加入了法国殖民部队 并编入了自由法国军队 要不说伯卡萨还真有两把刷子 居然抛弃了杀父杀母之仇恨 居然任法国 爱起来是他的家园 作战也十分勇猛 在二战期间多次立功 后来战争这么一结束 他就以军师长这个身份 法国政府搬出的 法国农业军团的勋章 并且留在了法国的一个研究所 研究这个无线电技术 正常这就好好上班 这国家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拉倒了 但是在1950年 29岁的伯卡萨 又被法国征调去 参加了法国和越南的战争 在战州当中又多次立功 后来被法国授予英雄十字寻找 那么这位伯卡萨 又如何返回东非的呢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第三章就是返回东非 1953年伯卡萨 先是做了技术员 培养了一些非洲的一些 新名堂啥的 后来又被授予了上位军写 这个时候整个国际形势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全球刮起了独立运动这个风 而当时这个法国 在非洲有很多的土地和庄园 哎呀工厂啥子 毕竟原来非洲是法国的殖民地 在非洲捞到了好处的法国 自然是不会吃到嘴里的肥肉 再吐出来 肯定是难舍难离的 但是这个独立形势 大趋势已经无法改变 大势所趋了 如果法国不同意 中非独立的情况下 继续僵持下去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场战争爆发了 当时这个法国 思来想去 那就扶持一个傀儡这个人 哎让法国还拥有在这个中非的实际控制权 并且还达到了这个中非独立的意愿 那么这次实际发生在1960年 一个新生那个中非政权就成立了 但是这个政权呢 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这个时候 法国看顿机会像救世主一样的出现了 说我给你们挑选一个既能干 又绝对靠谱的淫呢 建立一个军队来保护你们这些人的安全 这位就是你们中非的皇帝这个亲属呢 而且他这个家族都是非常热爱独立运动的 并且他还是被誉为中非建国之父的表弟 而他的名字叫布卡萨 而此时的布卡萨呢 在法国里面已经服役了21年了 共获得了12枚军功章 他虽然黑皮肤 却有妥妥的法国人的精神 非常崇拜 拿破仑为了安排这个布卡萨 回到中非建立军队 法国总统戴高乐还亲自接见他 那么这位布卡萨又怎么开启 他的荒诞的岁月呢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下期和大家继续详细讲解 视频完整理于网络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指证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 非常大的结束 感谢大家观众 我们下次见 拜拜